传说,很久很久之前,有一个贫穷的妇人,家住在旺江县城,以洗衣为生,丈夫是脚妇,每天到离城二十里外长江边华阳船码头工作,所得工钱非常少。 某天,此妇人从河边洗完衣回家,途经一处小山林,发现一层灌木中有十几只乒乓球大小的蛋,它们极非鸡鸭蛋,也非鸟蛋。 妇人家很穷,连日每米下锅,只能用野菜加少许米熬粥充鸡,此次有幸捡到十几只蛋,她有多么高兴啊,哪里还管它是什么蛋呢? 晾晒好衣服,便生火做饭,把蛋全煮熟,她想等丈夫回家再一起吃,可她却要到黄昏才能回家,加上肚子饿得直觉,她忍不下去,就先尝了几只。 立刻觉得他们滋味鲜美,胜过世上一切的美味,不自觉又吃了几只,一直到肚子差不多饱了,这才打个阁,收好剩余的几只熟蛋,等丈夫回来吃。 丈夫回家,看到几只熟蛋,馋得流口水,还没分清什么胃,就急把它们吞下肚,过后才问老婆,蛋哪来的?河边山上捡的,你说,那是什么蛋?没见识,不就是山鸡蛋吗? 丈夫伸了个懒腰,拿了木盆想打水洗澡,听了这话,便说,不对,我从没见过这样的鸟蛋。 听人说,江边常有龙蛋,你说会不会?胡扯,丈夫对此十分生气,虽然也有怀疑,可是她不能容忍自己的女人来反对她的权威。 妇人便不敢再多言,日子平平淡淡地过去。 几个月后,妇人的丈夫呼唤妇痛病,五六天后便移命归息,青年丧妇,让她痛不欲生,幸好她挤怀又身孕,此总算是命运对这个苦命女人的一丝安慰。 然而,十个月过去,妇中胎儿毫无动静,大夫检查也觉得奇怪,胎儿还活着,淡冻的异样。 她这么对妇人讲,时间转眼过去三年,期间,妇人的肚子是渐渐大了,却一直无分娩的信息。 有一天,她终于临盆,在她呼天腔地的呻吟中,传来接生婆恐惧的惊呼, 老天爷啊,这是些什么?原来,被接生的是十个肉球,大小相差无几。 可怜的妇人,看到此,便惊叫一声,昏死过去。 次日,媳妇不顾身体的衰弱,强撑着把十个肉球包好,带到城外河边一座小山脚下,很随便地用途掩埋了他们。 之后,她蹒跚走回家。 很快,妇人又恢复了健康,也忘记了那不快,如往日一样,在愁惨,艰难中挣扎求生。 有时,想起三年怀胎的肉球,暗自思量,那可能是吃了龙蛋的原因。 据民间传说,吃了龙蛋,男人会死,与人将产下怪胎。 妇人一家不正应验了此传言吗? 但不久,这一切都统被妇人忘了。 不知又过了几十年,还是几个世纪。 总之,后来的人们,看到旺江县城边的一座小山周围,四季云征雾绕,让人惊惧。 那小山,坐落于流过县城东面,后驻入长江的小河边,正是当年那位洗衣服掩埋自己三年怀胎生下的肉球的地方。 小山临河一边的山脚,下线一口大洞,洞口直径约八尺长。 周围野草花木茂盛,近处的村人,在天清气爽雾气宵尽的日子,发现从那地洞中时时有浓雾涌处。 于是,不久,人们听到这样一条谣传,此地洞中有妖物修炼,日久必获害乡礼。 情况越来越让人奇怪,刚开始,小山上雾气很淡,遇上好天气,它又消失。 每当此时,总有大胆的勇士,披荆斩棘,来到地洞口边,伸长脖子,探着脑袋,睁大双眼,向洞底窥视。 可除了黑漆漆一团和阳光下的一段洞壁,什么也看不清。 另外,他们还发现,地洞直径往下有增大趋势,一位勇士出于好奇,扔了块石头下去,半天没听到落地声或入水声。 他们惊呆了,又是几年过去,洞口的雾气一日浓似一日,渐渐便是晴朗的日子,人们都看不清小山的轮廓,更找不到地洞的所在。 从此,人们总是离他远远的,再也不赶进前去,哪怕有事去他的对面,也会绕开此。 有一年,长江上游连降暴雨,导致下游水位猛增,几天时间,旺江江边大部分地区被水淹。 那一带居民少数遇难,多数内迁。 没多久,江水沿小河进碧县城,很快,江水便淹没了那个地洞所在的小山山脚,举县之人一片惊慌。 都准备前往他乡避难。 形势十分危急,就在人们打算迁徙的前夕,一晚晴朗的夜空,忽然之间阴云似合, 寝壳之间,雷电交加,风雨大作。 大暴雨持续约半个时辰,方才雨柱云开。 这一晚,城里人都胆战心惊,害怕肆虐的洪水加上风雨威力,会冲垮城墙,卷走所有。 四日,天气晴朗,一切如故。 人们都奔走相告,说河水即大退,江水也恢复到平常状态。 对此,大家诧异万分。 城里当天流传开这样一个故事。 昨夜下大雨时分,一名耕夫在一个门洞里避雨,适时雷电大作,风雨如狂。 在战战兢兢中,他忽看到,从城外不远处,冲天而上几道白光,即刻,天地变得末般黑,唯听见风吼雷鸣雨衣打瓦片声。 过了一会儿,又见几道白光降下,雨接着渐小,天上云也逐渐散开。 庚夫后来肯定指出,白光冲天而上之处,正是传言所说有妖怪的地方。 从此以后,人们对妖洞下了断言,说一定有蛇妖,上次他吸取江河之水,必是日后起交之用。 起交,望将人指蛇修成以后,献陆地为湖海的过程。 不久,这种说法流传开,又不断被添之家业,说地洞里待着的蛇妖,己修炼了千年, 常在阴雨天出洞,化为人形,站到江边去溪水。 又有人讲,在暴风雨之夜,蛇妖显圆形,在长江上玩耍, 虽那种天气常常传翻人死,便是他在惹是生非。 谣传越来越厉害,望将县城和其附近居民有不少因恐惧而迁徙他乡, 其个临县也因此大受振斗。 有几年,望将一带恰逢大旱灾,连年颗粒难收,农民生活是水深火热,人们怨声载道。 皇帝知道了这件事,便派钦差巡视受灾各地。 钦差大人到望将后,了解了一点情况,就急忙下杰勒, 认为是支县疏忽职守,无德无财,致使地方受难,百姓受苦,因之造流言为迁徙他乡的借口。 故此,他将元支县革职,另举荐一元兴科晋士为支县,相期赴任。 很快,新大人走马上任,兴道支县明中左洞,陕北人,年方二十,自幼宝读诗书,孔孟之言谨记。 从明里使,素有,达则奸善天下,之心。 他觉得,君子为官,重要的一点,是该为百姓造福,殿冤屈,便是非,如此才能尚不负君主,下对得起百姓。 中左洞到任后,积极改革宪政。 经过一系列改革与整顿,旺江县又渐渐繁荣,在不到三年时间。 只是,人们心头却始终难抹去地洞和蛇妖的阴影,而城外的那座小山,如今挤成云雾的世界。 支县中左洞开始以为,流言蜚语产生于人们物质的匮乏与内心的不安。 一旦生活好转,他们自会消逝。 然他没想到,在他当了五年之县,旺江人生活大有改善之后,谣传的势头有增无减,此让他震惊。 于是,勇敢之县的好奇心被激发,他决定单身探地洞,看看他究竟居着何方神圣,也好让一线百姓安心。 钟夫人知道此后,大惊失色,马上不停哭泣,说什么也不让丈夫去冒慈险。 失业一干人等,也来劝说其放弃此荒唐透顶的想法。 可钟大人主义己绝,据不听劝告。 下地洞之前,直线命人办好几件事。 一是两粗一系三根长绳,各长五百丈,粗绳直径长一寸,细绳直径为四分之一次。 另外,细绳美食丈夫一小铜铃铛。 二是放火烧光那小山上草木。 三是,在地洞口搭上一大木架,其正上方为设有转轴的大横梁。 待一切准备就绪,便发通告,小玉县中,云之县大老爷未解民忧,将只身下地洞,斩妖除魔。 到时,请四乡八镇的人等前往助威。 日子终于来到,那天天气晴朗,万里长空,无丝云彩。 一大早,远近的乡民百姓,做小买卖的,凑热闹的,助威的,游玩的,黑压压一大群,聚集在城外小山边。 如今,被烧光草木的小山,光秃秃的,依然云雾缭绕。 十丈以外,人们难分清物体。 等到日上三杆,支线穿着便服,腰里挂着宝剑,坐着轿子,来到小山脚下。 钟大人走下轿子,抬眼四顾,见面前淡雾中人山人海,喧哗若闹事。 他微微一笑,一直紧张不安的心,稍稍稳稳定了点。 他又望向洞口,虽然看不真切,可知道一切就绪,还是不由自主地轻皱眉头。 支线向随从示意,线立马上向人群大喊,肃静。 肃静,很快,喧嚣变小并消失。 各位父老乡亲,钟大人有话训事。 他退到一边,钟大人轻轻嗓子,走上前去说道。 各位父老兄弟,本官任职贵地,历时五载。 期间,经过不少事情,也了解你们的疾苦。 今天,钟某人就要为你们解除这心头的疙瘩,下地穴,斩妖魔,好让你们从此可以安心生活。 钟大人刚讲完,人群便疯狂地欢呼起来。 支线一边对人们抱一微笑,一边随同献力,来到地洞口,这边一切早急准备停荡。 支线向人们交代了几句,跨进大竹框,在一张固定小板凳上坐稳,粗细各一根绳子挤积在框上。 于是,人们开始放绳子,框子向深不可测的黑暗中沉落,渐渐消失了踪眼。 在下降期间,支线看着逐渐加宽的洞壁,陷入了沉思。 温度越来越低,抬头向上,只见天如井口,一线居中。 不知哪里来的一丝冷风,似乎钻进了钟大人的肌肤,让他经不住发抖。 地洞欲往下欲阴暗,慢慢地,支线适应了周围的黑暗,借着火折微光,他发现四周洞壁不是十分潮湿,还好像被巨物拍打过。 在探身下望,漆黑一团,深不见底。 一丝良意从心底升起,恐惧弥漫心头。 可是就是如此,他还是不想当逃兵,他要勇敢去面对一切。 筐子仍在下落,那一个多时辰,漫长如几个世纪。 上面的人群,见沉寂下来,大家都在期待着什么,紧盯着洞口。 终于在粗绳上不中几帐时,筐子落了地,听到从下面传来的约定铃声,大家都虚了口气,虽然也有几个人感到失望。 锣筐落地前,钟大人挤发现周围在渐渐变亮,光线来自洞底。 那时,钟大人见有亮光,心中的胆气又壮了。 他摸了摸宝剑,想,管他是何方的神怪,钟某人今天不叫他碎尸万段,绝不回城。 等下了筐,他才弄清,原来那光亮来源于与此相通的,同时又似与地表平行的一条小隧道。 他沿小洞走去,边解下宝剑,拔剑出窍,把剑窍轻轻地放一边。 光源来看一个大厅,这简直就是一个地下大礼堂,面积宽广如同古罗马竞技场,底部干燥,顶上有一团云雾,让人看不清它到底有多高。 整个厅堂呈椭圆形,圆心处摆了两张大大的圆石桌,各分别放了五只十凳。 在他边缘的洞壁上,等距离挂着三颗夜明珠,其壮如鸡蛋,其光滑照耀厅中如同白昼。 大厅有两个出口,一个通外面的地洞,一个则与另一个小厅相接。 传言果然不虚,并且看样子好像有十个之众,真难以让人置信。 看过厅堂,钟大人几只此次任务艰巨,可他无丝毫聚色,因为他知道有一线的百姓支持他。 但他还是有些紧张,握件的手也渗出了冷汗。 他这时显得十分的冷静,小心翼翼轻悄悄地直穿过厅堂,来到小厅洞门口。 他这时只感到心跳动太快,于是便停下喘了口气,把汗湿的手在身上擦拭干净,之后才无所畏惧,轻手轻脚地走进小厅。 钟左洞向小客厅里去去,在小洞门口却发现里面一团迷雾。 他心里非常惊奇,还是勇敢像。 没想到,他一脚踏空,一下子跌进了万丈深渊,甚至于都不知道自己要落到何处去。 在那一刹那间,他差点大笑起来,好在他知道,如果惊动了蛇妖,可不是好事。 钟大人正在下降时,忽然又发现自己慢慢停了下来,居然落到一处阴森恐怖的地狱中。 只见偶尔这儿,一丝那儿,一点鬼火在游荡,照亮四周。 他向前摸索着前进,不久终于习惯了黑暗,发现这是一个又一个相连的地洞组成的连环洞。 他转过好几个恐怖的洞穴后,才进入一座小洞穴。 此时,钟大人几经习惯室内昏暗的环境,能够借微光视雾如白昼。 小洞不大,没有夜明珠,加上淡淡的雾气,显得阴森恐怖。 好在钟大人几经适应无光看雾,隐约可变清雾体。 钟大人深吸了口气,镇定了片刻紧张的心绪。 手指用力握住宝剑,细看厅内,正中摆有一张大石床,其上正躺着十个人手蛇身的怪物。 钟大人倒吸了一口凉气,不由地后退了一步,心咚咚跳得飞快。 蛇妖们好像在冬眠,看来必是正在修炼,所以不知灭顶之灾,尽在眉睫。 钟大人心想,来得正是时候,真是天助我也。 否则,日后若成气候,旺江一地,岂不要成他们的水底游乐场。 钟大人于是走上前,狠下心,大开杀戒。 一气杀了七条怪物,他都很顺利。 可是到第八条怪物时,不知是不是钟大人的手有些累了,下手慢了点。 以至于那怪物临死还挣扎了下,他的尾巴不知怎么就扫到了第九条怪物。 即时,第九十两蛇妖被惊醒,他们睁开如烈火般的巨眼,看到自己的兄弟惨遭杀害,顿时如同旋风一般扑向勇敢的钟之线。 钟大人也不是省油的灯,早在青年时代,他就向名师学过武艺,于是他一个人奋力与两条恶蛇妖站到一起。 这一战真是壮观,打得天昏地暗。 恶斗中,钟大人发现一条蛇精露出点破绽,他便一剑削去,正把一条蛇妖的头给削下。 另一条件状,呼得从空中跌落,转眼间,变成一位绝世佳人。 他泪水盈盈地走上前,可怜地向钟大人祈求道, 侠氏,饶了小女子,一命吧?我的九个哥哥,都是命该如此,难道您就是铁石心肠,不能让小女子我苟延残喘于世吗? 说吧,一副任命的样子,把头低着,闭着双眼,等着钟大人去了结他。 钟大人这是真的犹豫了,对于一条恶龙,他会有十倍的勇气去杀死他,可是,对一个弱女子,他却不知如何是好。 静必知道,这是一条恶蛇妖变化成的,可是,他却不是孙悟空,没有那么狠的信。 他犹豫片刻,便说,好,你若知错能改,从此后,永离望江,也不再四处害人,我就饶你一命。 谢谢侠氏不杀之恩,小女子永世不忘。 小女子对天发誓,再不会伤生,否则万劫不复。 说吧,蛇妖转身从小厅中奔出,不见影踪。 钟大人感到精疲力竭,也没有多想别的,从小厅洞走出。 准备找到回大厅与地面的路,又见一边相连洞穴中,也有大石桌和石凳。 他走过去,想休息片刻,再回去。 忽然间,他感到一阵禁风从后袭来,他想也不想,用剑反刺,来势如此凶猛,剑被轻易打开,他只觉有股强大的力量把它抛出,之后便失去知觉。 洞外的人们,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,他们只看到从洞口向外冒出的一团团浓雾和大地的轻微震动,别的没有什么。 正这时,忽然一道闪光呼啸着,从地洞中窜出冲天而上,在空中化为一团暗黑云,向东南飞驰而去。 人们一听到巨响,早下的四散逃开,等到一切平静了,才又聚拢来,看见洞口一变狼藉,大幕架成了碎片,绳子只有一小段还挂在轴上,晃荡。 见此,大家就说,钟大人肯定遇上不测。所幸,妖怪急跑,于是,就由勇士上前,准备下地洞,把钟大人找回来。 师爷当即命人赶紧坐大幕架,去准备大箩筐与一面大铜锣,让勇士下去好把钟大人给带上来。 这时,人们的情绪高涨,加上县城一大木器店老板鼎力相助,所有工作在半个时辰内完成。 人们用剩下的那条粗绳子,把箩筐与勇士放下了地洞。 因为知道地洞有多深,所以这次放绳子的速度要快很多,半个时辰不到,勇士几经顺利到洞底。 人们等了好一会儿,听到地底下传来三下铜锣声,便向上拉。 等到他上来后,大家看到他简直就是坐在太阳边上,原来勇士把三颗夜明珠也带了上来。 当然还有勇敢的钟大人的无头遗体,只是很遗憾,他在地洞中怎么也找不到头。 师爷不相信,便在与勇士一起下去找,依然什么也找不到。 这时,勇士开始向人们夸耀洞中所见,将有九条蛇妖几被钟大人所杀,此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。 于是又有几个勇敢的人下地洞,带上一具死蛇妖尸体,让人们看眼界。 渐渐地,夜幕降临,下地洞的也早起被拉上来。 于是人们开始四散,只留下两个线粒看守洞口,其余的人都回去休息。 钟大人的遗体由人送回县衙,准备祭奠。 且说到晚,半夜时分,守在洞口的差异呼听巨大的响声从地下发出,以为是死蛇妖复活,吓得撒腿就跑,一口气窜到城墙边。 四日,人们惊异地发现,那小山脊变成了平地,地洞完全消失。 四日,人们正在举行仪式,以此纪念勇敢的钟大人。 正这时,人们见从东南方的天上飞来一只白鹤,其上坐着一个先锋倒鼓的白衣道人,手持一只浮沉。 仙鹤停在空中,白衣道人却挤飞身而下,来到钟大人遗体旁,从怀中取出一粒仙丹,用浮沉清扫,他即进入钟大人体内。 忽然,人们看见钟大人的遗体上居然长出了一个脑袋,片刻后,急死的钟大人竟然完好如初,还站起来,跪谢先人说,多谢吕真人救命之恩,晚生莫尺难忘。 不必谢我,吕某人只不过替天下苍生为你讨回这条命而挤,你就把它用在造福百姓身上吧。 说完最后一句话时,他几经在半空中的白鹤身上,当时所有在场的百姓都向空中跪拜,白鹤却几经向东南飞去。 后来,钟大人一世为官清廉,被百姓认为是世间难得一见的清官。 至于钟大人勇斗蛇妖的故事,也在百姓中流传了下来,并且愈传愈奇,但人们却习惯于称那蛇妖洞为九龙洞,虽则妖洞早已与蛇妖一起毁灭。 至今,在旺江县城,还有回龙宫、雷池以及九龙洞等地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